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我是清雨 运动有诸多好处 通常我们认为它能带给我们更好的睡眠 更多的能量,保持健康的体重 强大的肌肉或更健康的心脏 这些都是事实 但专家提醒说 我们很少考虑体育活动对我们的身体中最重要的器官 大脑的直接影响 林牧·温蒂博士是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的 神经科学家及神经科学与心理学教授 他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 运动便可以帮助我们 最具变革性的改善政治能力 例如学习、思考、记忆、专注和推理 而所有这些都可以使你变得更聪明 甚至更长寿 下面是林牧通过CNBC与读者分享的运动 对大脑四大好处 以及如何通过运动轻松实现 一、减少焦虑感 研究表明 每当我们运动时 一些有益的神经地质 包括多巴胺 去甲肾上腺素 无抢色胺和乙鲜胆碱 会被释放到大脑中 这些物质可以减少一个人的焦虑和抑郁感 打个比方说 它们就像你大脑神经化学泡泡浴 林牧说 每天进行10到30分钟的体育活动 就可以立即改变你的情绪 没有健身房会员资格也没关系 走一小段路 或者走楼梯 而不是坐电梯 都可以起到同样作用 如果时间很紧的话 哪怕是简单地绕着餐桌走几圈都行 二、提高注意力和集中力 林牧通过实验室实验发现 一次性锻炼 可以帮助提高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而且立竿见影 他因此推荐能提高心率的活动 如快走、跑步、游泳、骑自行车 打网球或跳绳 实验结果表明 做30分钟这样的运动后 你的注意力将得到改善 而且可以持续至少两个小时 专家的研究还表明 一次锻炼可以提高你的反应时间 举个例子 这意味着在那杯咖啡掉下桌子之前 你可以更快地抓住它 三、促进新的脑细胞生长 科学家们发现运动最重要的好处之一 是它能促进新神经元生成 这对改善认知功能至关重要 研究人员在大鼠和小鼠身上发现 跑步能加快海马体中新的脑细胞生成 海马体是大脑中 专门用于记忆形成和储存的小海马状部分 通过锻炼 你还可以改善该区域神经元之间 突出的健康和功能 使脑细胞能更好地进行交流 四、保护大脑免受衰老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影响 你可以把自己的大脑想象成一块肌肉 接受锻炼越多 它就越强越大 研究表明 经常锻炼可以增加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的大小 这两者都很容易受到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影响 如痴呆症和阿尔茨海默氏症 因此 虽然运动不能完全防止或治愈正常的老年认知能力下降 但坚持做运动 可以帮助减少或推迟它的发生 林牧说 每当他向人们解释运动如何改变大脑的好处时 对方通常的回应是 好吧 这一切非常有趣 但请告诉我 要获得这些效果 我需要的最低运动量是多少 事实上 通过运动改变大脑的健康状况 不需要当事人变成铁人三项运动员 铁人三项运动员是指按顺序连续完成游泳 脚踏车 长跑 三个运动项目后取得胜利的三项全能的运动员 比赛中 运动员转换项目时 更换衣服和鞋的时间 易计算在比赛时间之内 铁人三项对大多数人来说 可能望尘莫及 林牧说 他尝试每周至少做三到四次三十分钟的锻炼 如果每周九十到一百二十分钟 听起来令人生畏 那就从每天几分钟开始 每周增加五或十分钟的运动量 直到达到目标 不要忘了干家活、拖地、爬树叶、西层、上下楼梯都算运动 他说 你还会从有氧运动中获得到最大的好处 有氧运动可以提高心率 将更多的氧气迸入大脑 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是 什么时候起床 开始你的大脑改造工程 运动有益大脑健康 主要是因为能使通往大脑的血流增加 由此大脑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养分 以利细胞的生长和维持功能 脑部血流增加却是件好事 但这已不是新闻 根据最新研究 运动与大脑健康的关系更让人兴奋 所以说运动能帮助神经细胞 使其变得更灵活 具有更多功能 尽管我们对运动如何促进脑力的了解 为达到分子的层次 然而 已知BDNF能强化细胞和轴图 神经元之间的连结 激发神经再生 神经再生能赋予大脑学习新东西的能力 而学习更能强化新的大脑细胞与神经网络 请记住 BDNF浓度升高 食欲就会减退 因此 如果有人觉得食欲不好控制 可以考虑利用运动达到目的 本文由大纪元记者李妍综合报导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